上周踢馆赛PK掉虎仔叔的童年杀手蔡爱佳 再度挑战的他 这次又会带来什么令人惊艳的表演呢 我早该冷静我的心 看你的花角 知道和早退的爱情 不如就不要 左边看着手表 有眼光这街角 请你让我走 不要拦着我 我对分享点挑战的音乐不太高 请你让我走 不要拦着我 爱情编辑参加 让我做的不太好 我还是离开的未妙 我该的大 不是你抱歉就聊到 该的大 不是你几点微笑 我只想要 诚实的对待就好 一半半 一半一对一爱情强牌 我怀疑 我怀疑你做不到 真的爱情强牌 авать 你 卓锡 我是你几点微笑 我只想要真实的对待就好 不停泛泛 只是在在 一对一爱情长发 只有两人不小心就天光地赖 我怀疑你错不得 我怀疑你不只15岁 说实话身份证拿出来 干嘛来这边骗人啊 1994年出生了 1994年吗 Oh my God 老实说看到一个这样的孩子 晓菱老师你觉得 她才15岁一直比我的小孩大3岁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一点都 我其实在新加坡我就在怀疑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 可以看到她的努力啦 我觉得她非常的努力 你应该是唱对嘴的 对不对 那是现场的吧 没有 现场的 恐怖了 人家五岁就真的去拜师学艺了 有可能我们大家都还在 吃棒棒糖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认真地在转音了 对不对 真的谢谢你 你真的太精彩 太棒了 谢谢 从上个礼拜开始 你的人生也不是你的了 你知道吗 你走出去会有很多人 抓着你尖叫 你知道吗 但是话说回来 我说俊文啊 他会的我们不见得会 但是你有的别人也没有 我有带刀子 是做法就对了 各位先生 女士 掌声欢迎杨俊文 带来这首下雪 欢迎她 欢迎她 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 我害怕下雪 爱将会冻结 因为你说过 雪让人有等待的感觉 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 说好两颗心要到之前 冬天来得太冷淋 整夜的薪水 白茫茫的世界睡成雪 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 而我一个人面对 整夜的薪水 白茫茫的世界睡成雪 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 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 而我要怎么面对 整夜的薪水 好 杨俊文的演唱 哇 这一组 評審怎么突然之间都呆掉的感觉 张宇老师 我觉得蔡爱佳天生可能就是当歌手的料 但是不是没有缺点 我说实在话 不是没有缺点 比如说你在假音的部分 你后面会有虚调 那可能也是因为现场的关系 会有点紧张 但是其实那个并不太妨碍 今天你这个首歌的表现 Oh my god 我其实还蛮期待你唱抒情歌曲 是什么样子 然后 其实我觉得杨俊文今天唱的不差 也很好 但是你为什么会把城门打开 直接让人家杀你一刀 就是 你的歌词是怎么了 就是跟上个礼拜的那个曲中人生是一样的 你就是犯了一个那种就是 阿公听得出来的错误这样子 那你变成就是 我不是很难cover你你知道吗 就这样有点私心都坐不了手了 所以 那个 胜负其实在我身上是还蛮明显的 这个杨俊文 刚刚歌词的部分是 嗯 我可能 我们两个好好聊聊 就 我都慌掉啦 对 慌掉了是不是 被这伞兮一下的 对啊 哇 马上来看分数 首先看到是蔡爱佳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蔡佳的演唱 我该得到几分呢 我该得到25分 满分 谢谢阿姓 好久不见的25分 25分的满分 这是多么不容易得到的事情 因为呢我想在我们 呃 每一班的选手当中 常常老师会非常 像刚刚新加坡的选手讲了 说很苛刻阿 对 这个评室老师就是会把4分给了你 但是那个第5分 大家会做一个要求 可是今天你每一位老师都给你5分了 有什么话要说 谢谢老师 除了谢谢之外 我要谢谢老师给我的肯定 然后我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所以会继续加油 他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他才15岁 哇 掌声再一次鼓励 好 杨俊文 我们呢来这边是要学很多东西的 包括你碰到的对手25分 然后在笑全场为他欢呼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站在旁边等待这一切 就先来看看杨俊文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杨俊文今天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星光史上最难分高下的顶尖对决 他们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男生在唱 请评审按灯 杨俊文今天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8 19 19分 也不错的成绩了 谢谢老师 但是要恭喜的是蔡爱佳胜出 恭喜你PK踢馆成功 15岁童爷杀手蔡爱佳 踢馆成功的同时 也意味着杨俊文成为第二位 落入失败区的选手 他会因为忘词的失误 惨到淘汰吗 鸭轴演出的尼安东与孙自幼 终极对决 到底谁会成为赢家呢 现在心情怎么样 很紧张 很紧张 刚有看到我们这样被砍的七零八落 有没有看到 那你老孙 扛回去喔 好不好 我会加油 你要加油 你要加油 OK 好 我说安东与啊 哈囉 很会选歌啊 K歌之王不会又是你听不懂 然后又被感动 然后又选这首歌吧 是一个朋友介绍这首歌 说你的声音跟陈奕迅有点像 应该学他的歌 所以我听他的那个专辑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那个节奏感 蛮想表演这首歌 蛮想表演这首歌 我们老实说也很想听听这一战 马上掌声欢迎 尼安东的演唱 stanc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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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